玉里高辽大桥变道在端午节廉价期间 因为下雨不断出现了严重的回损 经过玉里政公所立即通报后 县政府派员前往抢修 而玉里政公所定下在15号下午2点开放通行 不过镇长龚文俊表示 请政民们依照规定 小心行车在夜间大雨还有台风期间 变道禁止通行 玉里高辽大桥变道在端午节廉价期间 因为大雨不断而出现严重回损 经过玉里政公所即刻通报之后 县政府派员前往抢修 玉里政公所定在15号的下午2点开放通行 目前因为要快速让我们的农民朋友 能够来尽速使用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割道的高峰期 那么使用这条变道的这些农民朋友 非常的阴阴期盼 为了能够让政民能尽快的使用变道通行 第一时间就请求县府尽速强通 因为是变道强通 所以无法采用比较耐用的钢变桥 所以在夜间大雨台风期间 变道是禁止通行 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跟乡亲 在使用这条变道的时候 晚上或者有下豪雨的时候 尽可能的不能来通行 才会保障自己身心安全 另外郭文俊感谢日前辛苦到变道 进行封闭的里长以及公所同仁 也非常感谢民众配合公所 所做的各项预防性措施 只希望民众都能安全平安 也请民众仍持续注意公所发布的 最新动态跟消息 来配合公所的指引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